这部魔改修技的电影 刚上映就引起争议 剧情烂俗演技古板 却汇集了中国最好的动作明星 成龙 李连杰 邹兆龙 现在看来 抛弃剧情却是一部经典的动作电影 毕竟这也是唯一一部成龙 李连杰两大功夫巨星对战的动作片 500年前 武功高强桀骜不驯的孙悟空 工人反抗天庭 手持金箍棒 打得百万天冰天降落花流水 他大闹天宫 一路来到攀陶宴 但玉帝对他并不恼火 反而很欣赏孙悟空的自由补击 还封他做了齐天大圣 不料这可把玉江战神惹恼了 趁着玉帝去修炼 他向孙悟空发起了挑战 一心想要打败他 证明自己才是天下第一 两人在玉江战神殿里展开了殊死决斗 开始 战神就落入了下风 被凌空一棒差点被打得跪下 接着 孙悟空一个后攻翻又打中了他的后背 孙悟空见战斗如此简单 顿时间玩心大气 他利用猴毛扁出一个分身戏耍战神 自己则跳到黄梁上看老戏 战神打了半斤 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分身 伤害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无奈孙悟空神器在手 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心声一尽 偏大圣放下武器 阿圣心思单纯 就在棍子落地那一刻 不讲武德的战神 立即施展了石化法术 自己却变成了一座雕像 被再次封印到石头中 只有天行者带着金箍棒再次出现 他才能重回世间 金箍棒在飞到人间后被一家当铺老板收了起来 当作传家宝继承了上千年 只有有缘人到来才能够获得他 这一天 功夫迷杰森来到当铺 意外地发现了这根棍子 老板告诉他这根棍子的传说 但杰森却不以为意 打算回家砍芯片 走在街上的他本想搭讪几个美女 却倒霉地遇到了抢劫 性格懦弱的他完全不敢反抗 就在他要挨揍时 一个小混混认出他跟当铺老板关系很好 就威逼杰森晚上带他们去当铺打击 不想老板也不是吃素的 趁小混混不注意 一棍子打了上去 不曾想混乱中 混混头子直接开枪打中了老板 宾死之际 老板将棍子交给了杰森 希望他能够找到棍子的主人 小混混见事情不妙 把杰森逼到了阳台边缘准备灭口 这时 棍子竟带着杰森跳下天台 当杰森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穿越到了千年前的中国 他赶忙跑到门外 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 他很是懵逼 虽然这里风景如画山青水秀 但他还是想要回到属于自己的时空 还没等他适应这里的环境 也对官兵杀了过来 他们学习了整个村子 手无腹肌之力的杰森吓得撒腿就跑 结果很快就被官兵们包围了 眼见杰森就要丧命于此 转机出现 一头驴拖着个罪汉走了出来 这仍是鼎鼎大名的九仙 九仙手拿九葫芦 身形飘忽不定 摇摇晃晃不肯倒 一刀罪拳下来 几个官兵就倒地不起 当他看到杰森手中的棍子时 整个人瞬间清醒了 这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金箍棒 而杰森就是预言中的天行者 两人来到九楼歇脚 九仙向杰森解释了他的使命 但杰森并不想接下这个烂摊子 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废柴 根本没有能力把金箍棒交回给孙悟空 就在此时 追兵来了 双方大胆出手 在九仙和杰森的默契配合下 官兵被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 双拳难敌四手 赶来的官兵越来越多 两人只能躲窗而逃 眼见杰森就要被抓住 两枚暗器正好洞穿了官兵的脖子 金燕子出手了 只见他帅气踢倒几个官兵后 拉起杰森 几人骑马冲出了包围圈 金燕子也知道天行者的预言 在酒楼里看到杰森的金箍棒后 他断定杰森就是天行者 并提出想要一同前往五指山 随后 一行人来到一片竹林 突然 一个白衣僧人 骑着马从后面冲过来 身手敏捷的他 抢过金箍棒后就要扬长而去 九仙和金燕子闻声赶来 了解情况后 几人开始搜索僧人的行踪 终于在一间破庙里发现了他 九仙觉得此人气场过于强大 便独自上前试探 他本想趁其不注意夺黑棍子 不料对方早有防备 一拳就打爆了九仙的九葫芦 这下给九仙心疼惨了 直接出手想要拿下金箍棒 但棍子像是长在僧人身上一样 无论九仙用什么招式都抢不过来 两人谁也不肯撒手 只能各自攥着棍子的一头 疯狂向对方输出 九仙也趁机捡起葫芦碎片 喝了口酒 醉醺醺醺的走到莫僧旁边 张口就骂 然而莫僧并不理会他 两人再次展开金箍棒争夺战 这次九仙学聪明了 刚一开始就使出了看家本领最拳 打得莫僧急急败退 莫僧及时调整战略 使出了螳螂拳 克制住最拳 瞄准机会就把九仙打飞出去 九仙也不是浪格虚名的 使出虎拳 与莫僧打得难守难分 最终二人攀爬上石碧 抢夺金箍棒 结果用力过猛 石碧破碎 最后九仙使用白鹤亮翅 用脚勾住了金箍棒 双手横起莫僧 不料反被莫僧一脚踹飞 而金箍棒也飞到了杰森手中 两人这才结束打斗 莫僧顺势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原来是自己人 四人小分队终于集结成功 一起踏上五指山之行 一路上杰森拜九仙为师学习功夫 在九仙和莫僧的共同指导下 杰森也有了巨大的进步 终于不是队伍中拖后腿的存在了 吉人很快来到一处村庄 看到树上吊死的尸体 金燕子终于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父亲因为反对玉江战神的统治 被天拼颠角屠露满门 自己则是被母亲放入井中才逃过一劫 这次他要用玉簪杀死战神 为家人报仇 吉人继续赶路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片绿洲和五指山 刚到桃花灵溪了一会儿 白发魔女就带人来抢金箍棒了 他早就被玉江战神收买了 只要他带回金箍棒 就可以获得不老鲜水 只见他挥鞭就要抢夺棍子 幸好莫僧反应迅速 扔出腰带缠住了棍子 在吉人合计之下 棍子总算没被抢走 当白发魔女人多势众 面对数以千计的追兵 众人直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然而白发魔女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伸手拿来镇天宫 随后完弓射箭 也只穿原剑携雷霆之势向前方射去 一瞬间就刺穿了九仙的身体 吉人只能带着九仙到附近的寺庙救治 但能救他的只有不老鲜水 为了救自己的师父 杰森独自上山 赵玉将战神换取鲜水 可是鲜水已经被白发魔女预定了 想要鲜水就必须干掉对方 虽然杰森的身手已经大有长进 但依旧不是白发魔女的对手 急拨下来就被踹翻在地 紧接着白发魔女手里长鞭一甩 杰森的脸直接破了像 鞭子顺时锁住他的喉咙 把他甩了出去 金箍棒也落到了战神手中 杰森输得一败徒弟 战神下令要将他处死 眼看大刀就要落到自己头上 突然两只利剑舍犯了官兵 是小燕子和莫僧赶到的 两人分工明确 一人对付战神 一人抢夺鲜水 战神见状立马施法 打开了水池下的丹炉 想要用岩浆毁掉金箍棒 好在莫僧眼睛手快 一个飞铺就夺回了金箍棒 刚想趁机解开孙悟空的封印 就被战神一脚踹飞 战神不愧是战神啊 武功高强反应迅速 就连手持金箍棒的莫僧 也奈何不了他 几棒下去 战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另一边 白发魔女迈着兴奋的步伐 刚想拿起鲜水 就差点被一柄利剑刺破手掌 是小燕子来了 这两个女人早就看对方不爽了 也不多废话 直接开打 两人实力相当 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不亦乐乎 一时之间都奈何不了对方 杰森也在一旁疯狂说出 跟官兵们打得那叫一个难舍难分 此时寺庙的武僧赶来助阵 并用软叫 把重伤的九仙也抬了进来 场面越发的混乱了 杰森趁机攻向白发魔女 并顺利的拿到了鲜水 白发魔女使用长发技能想抢回来 却被杰森灵活躲过 在两个小和尚的默契配合下 鲜水成功到达九仙手中 随着翠绿色的液体流进嘴里 九仙一游未尽 舔了舔嘴唇 大汗一声 满血复活 随即飞升加入战场 招式大开大合 无人敢直面其风芒 只见他飞起一脚 就把白发魔女踹到露台 魔女剑点子扎手 也不再藏着 他施展长发技能 缠住九仙的胳膊 不料反被九仙抓住机会 用四两拨千斤 把他拽了过来 九仙朝他胸部重重一击 接着顺势拉着双腿 一脚将其踢下露台 就在九仙得意之时 一缕白发围住了他的脖子 差点将其拽了下去 好在九仙早有准备 取出匕首将白发割断 白发魔女摔下悬崖 就此领了盒饭 魔僧开始不敌欲将战时 战神抓着大刀 把他削得鲜血淋漓 眼睛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凉了 魔僧把金箍棒扔给了杰森 让他去解开孙悟空的封印 杰森大吼一声 用棍子重重地敲在了石像上 被压抑了五百年的力量 就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强大的能量波动 瞬间将众人掀飞 但是魔僧的身体 却变得虚幻起来 原来他是大圣的一根猴毛所化 眼下任务完成 他已成功回到了大圣手中 欲将战神剑撞 还想施法再次识化孙悟空 却被孙悟空轻松化剑 更是被一棍子戳飞 但就在此时 意外发生了 报仇兴气的小燕子 想要痛打落水狗 他把那根发簪射向战神 战神反应迅速 直接一掌将其打飞 小燕子撞在柱子上 奄奄一息 在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后 小燕子就此下线 这时搭上一棍子 将战神的大刀瞧短 接着再用力一戳 没想到直接撞在了杰森身上 与三也顺势扎进了战神身体 约将战神大势已去 叼进岩江领了河饭 邪恶彻底被打扮 玉帝也得到了解放 人间终于回到了和平的生活 最后杰森在玉帝的帮助下 通过空间之门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经过这次时空穿越之旅 杰森再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废柴 他终于成长为一个勇敢的大男孩 拯聋PK李连杰 这样的组合 对有功夫片情节的隐秘而言 无疑是最奢侈的梦想 作为两位功夫之王 唯一合作的动作电影 里面的打斗情节 无疑是爽翻了天 虽然剧情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就冲里面的打斗情节 连刷三遍还是不够的 如果他换一个剧情 不达西游记魔感 相信不会被人骂成大烂片 你们认为呢